人们经常暴饮暴食的后果就是腹脏消化不良,我们在懊恼的同时又抵不住美 食的诱惑,该怎么办,以下这几款茶有促进消化的作用,你不防备住 炒米茶一款不仅可以刮掉肠道里堆积的油脂,又能养护胃部,还能消暑解渴的炒米粥和炒米茶吧 阿德福蒂斯门词做法,一,锅中不放油,放入大米用中小火干炒 二,不停地用铲子翻炒,三,直到把米炒成褐色,不要炒焦了哦,这样的米就炒好了 四,炒好的米用糊多多,在炒米里倒入开水泡一会儿,就是炒米茶 五,再来做碗炒米粥,在锅中煮一锅清水,放入炒好的米烧开,转小火将粥熬至稠就是炒米粥了 水果茶酸酸甜甜的水果茶味道清香,去油腻,同时也有助于消化 阿德福蒂斯门词做法,一,水果洗净,该去皮的去皮,该去地的去地,切成小丁,柠檬切片,两片 二,水果丁,柠檬片和红茶包都放茶壶里,倒入开水 三,盖上盖子焖三分钟,让红茶室放出来,然后取出红茶包 放一边,下一泡的时候再放入茶壶中泡几分钟取出,等水果茶凉到不烫手的温度,加入蜂蜜搅匀即可饮用 桂花橙皮酸梅汤添加了些橙皮,还有干桂花 橙皮与桂花皆有锂气健脾,造湿化痰功效 做法,一,将乌梅,山楂,干草,橙皮清洗干净 放入锅中,导入开水浸泡5小时 将凉水导入另一口锅中,煮开后晾凉 将装有材料的锅放置于灶上,盖上锅盖,大火烧开后转小火,煮一个小时 阿德福蒂斯门子二,煮好后用筛网过滤出汁 再将汁通过筛网导入凉白开中,放入白糖,搅拌均匀 撒入干桂花,搅匀即可 甘草酸梅汤这里的甘草得用制甘草,用蜜制过的甘草比生甘草偏补,能补气,养脾胃 制甘草和乌梅都可以在中药房清旁买到 做法,一,把乌梅和制甘草用凉开水洗净,放进能耐热的玻璃容器中,倒入开水,焖出乌梅的酸味即可开喝 乌梅和制甘草可以反复,泡几次 二,不喜欢吃酸的,等甘草酸梅汤放凉后,可以加入蜂蜜调味,也可以放进冰箱做成冰镇酸梅汤 甘草红枣粥甘草有健脾开胃之功效,红枣补血液气,此粥适合生病中,脾胃比较虚弱,或者平时有些厌食的饱饱,酸酸甜甜很开胃口 阿德福帝斯门瓷做法,一,大米洗净,放入适量的水中煮30分钟 二,甘山楂,红枣用清水浸泡15分钟 三,山楂红枣洗净,切成细末 三,山楂,红枣洗净,切成绘,切成络 三,山楂,红枣洗净,切成续